日月蘭農蒐紙 一直按 richtige解放 夜月蘭農蒐紙 馬上弄到唏物 馬上分開 皮卡女兒 你來佔位置啊 馬上更快 哈喽,大家好,我是爱猫咪,爱多肉的梁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看看这个玩夜鸡丘利又淋雨又晒太阳,它居然给我出现粉色的状态,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大家淋了雨都变成大绿菜,只有它在绽放色彩耶,你们说是不是奇迹啊,大盆的也是给你们看一下 大盆的阳光没有照那么多,但是也开始微粉了耶,好不可思议哦 还有一盆,就是这个,这个纸了,居然也是微粉,然后中间新长出来的当然是绿绿的,但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状态也还是蛮好看的啦 这两个品种可以晒太阳,可以淋雨,但是都是适量就好 这个虽然有淋到雨,但是我还是有给它遮雨的,就是说不能淋的过量,淋的过量 它还是很容易挂的,只是现在造型变成这样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多肉植物就是这个,现在是非常朴获的朴获 这个鱼女星,我看现在好像蛮少人在养这个鱼女星的 其实养多肉呢,有的时候,你如果追着流行跑 也不能说错了,但是因为新培养出来的品种,它适应环境能力没有那么好 失败的机会就比较容易发生 而这个老瓶手呢,因为它已经经过千锤排列 到现在依然存活,表示它适应能力超好的 我要推荐这个鱼女星,它超级好养,耐晒又耐淋浴哦 它已经度过两个夏天了,今年是第三个夏天哦 养鱼女星的诀窍呢,我刚开始也都是养的不太好 像这一盆,是当初买那个小三寸的那种小嫩苗来养的 然后在成功这一盆之前,已经失败过大概四五次吧 意思就是说三盆一百也买了四五次,就是养不好 我后来追究原因就是,应该是水浇太多了 其实刚养多肉都会有一个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 主人觉得渴,那就是说你常常会觉得说,它需要浇水了 它需要浇水了,事实上它根本不需要 这个鱼女星呢,它非常耐干旱哦 我通常都把它放在最顶层的位置,给你们看一下 我通常一年四季都把它放在这个最顶端 随它风吹日晒雨淋,都是纯路养的哦 它放在高处的鱼女星,我每次浇水它几乎只能浇到一点点 而且都是很久很久,一个月以上才浇一次 你看,它还是长得这么好 但是它不是一开始就长这么好 刚开始不会养的时候,也是就是看网络教学啊 他们都说这个盆太大,下面可以放那个保丽龙 我大概也是有放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保丽龙 结果刚开始养,它开始根还没有长很深的时候 长得还不错,可是长着长着 怎么就觉得它僵渺了,就觉得它没有色彩 灰灰的阴阴一喜的样子 后来就把它翻盆 结果里面,哇,一翻开里面的那个保丽龙,热烘烘的 后来把那些保丽龙清掉了 然后换大概这么高的那个 泡泡链时当透水层之后 然后这个配图呢,依然是60%左右的颗粒配图 然后它就开始稳定成长 然后你看,现在长得非常饱满哦 而且你看,冒了这么多这么多的小侧芽 那这一盆呢,这一盆是后来去逛阿伯的花园 你看到它那个小老妆 忍不住就又买回来了 三盆一百,然后把它凑成这一盆 然后你看这选盆也是有差 像我这个盆就选的不太好 这个盆这样子的造型是不是比较好看啊 但是后来我没有找到适合的盆 所以它还是暂时暂居于此啊 这颗我也翻盆过一次 目前状况还算稳定成长 可是因为它这个肥料没有加的很多 所以它目前只是稳定成长 你看侧芽也是长得蛮多的 但是就没有这一盆饱满哦 我想秋冬的时候再给它吃一点肥 现在是夏天嘛 夏天生长本来就缓慢 如果我怕施肥的话 怕它会烧根啊 这是我的盈女心哦 这个盈女心呢 在炎热的环境里 它通常都是这样灰灰绿绿的 带着一点小红尖尖 出状态是不容易啦 但是可以这样活着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多肉 可以在这么炎热的环境 高温高湿 依然健壮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 所以对于新手朋友来说 我是蛮推荐的 可是你一定要稳根才可以入养 刚开始养育 一定不要给它太多水 给的太多 它附和不了 消化不了 就会直接挂掉给你看哦 刚开始也不是那么好养的 你要摸出它适应你环境的饲养方式 它才会长得好哦 然后就会像我这样一大盆 美美的 是不是很好看啊 好了 今天推荐这个耐晒又耐淋雨的 淋雨心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咯 欢迎评论 点赞 还有别忘了订阅咯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